梁山征讨方蜡是死亡的天罡和地煞头领 梁山在征讨方蜡的时候 一共死亡69人 其中天罡星19人 梁山死亡的天罡星中 排位最高的是豹子头林冲 他位列天罡第六名 林冲其实并没有死在征方蜡途中 而是胜利后患上了风寒 并死在陆河寺 排位第二的是霹雳火秦明 位列天罡第七名 他在跟方蜡侄子方杰单挑的时候 被方杰副将用飞刀暗算 躲避飞刀的时候 被方杰所杀 排位第三的是双枪将董平 他位列天罡第十五名 他在手臂受伤后依然要去厮杀 结果被利天润打败 被埋伏的张涛砍成了两段 排位第四的是梅宇见张庆 他位列天罡第十六名 张庆陪伴受伤的董平去独松关报仇 张庆在跟利天润交手的时候 枪扎在树上拔不出来 被利天润反杀 排位第五的是轻面兽杨志 位列天罡第十七名 杨志这个倒霉的 征方辣的时候刚渡将就患上了重病 最后病死在丹土县 排位第六的是金枪手徐宁 他位列天罡第十八名 徐宁跟郝斯文一起巡逻的时候 城中方辣军忽然杀出 徐宁脖子上中了一支毒箭 几日后毒发身亡 排位第七的是吉仙丰所超 他位列天罡第十九名 所超在跟方辣手下大将石宝单挑的时候 中了石宝的诈败之计 鲁莽地去追击石宝 结果被石宝流星锤打死 排位第八的是赤发鬼刘唐 他位列天罡第21名 刘唐跟随卢俊一打后朝门 他看见城门没关 就单枪匹马杀了进去 城门守将看见刘唐冲了过来 就放下了千金斩 把刘唐砸死 排位第九的是九文龙石进 他位列天罡第23名 石进在攻打狱领官室 带着几个少旗去查看情况 被庞万春躲在暗处一箭射死 排位第十的是梅遮拦木红 位列天罡第24名 木红这个小透明基本没什么战绩 最后也死得无声无息 染上瘟疫 并死在杭州 排位第十一的是插翅虎雷衡 他位列天罡第25名 雷衡是在跟方拉手下大将 司刑方单挑的时候 被司刑方正面斩杀 排列第十二的是 立地太岁阮小二 位列天罡27名 他走水路攻打乌龙岭 结果被方拉军埋伏 阮小二不愿被俘 自杀身亡 排位第十三的是传火张衡 位列天罡第28名 张衡跟木红一样 都是在杭州染上了瘟疫 并死在那里 排位第十四的是 短命二郎阮小五 位列天罡第29名 他在征讨方那的时候 在乱军中被楼丞相所杀 是梁山阵亡的最后一个头领 排位第十五的是 浪里白条张顺 位列天罡第30名 他在宋江进攻永金门市 准备潜水进去里应外合 结果被发现 遭到乱箭射杀 排位第十六的是 并关锁杨雄 位列天罡第32名 杨雄在征讨方辣的战役中活了下来 可惜在班师回朝的时候 发被窗而死 排位第十七的是 拼命三郎石秀 位列天罡第33名 石秀是在御令官的时候 看到使劲中箭后 准备去搭救 结果被乱箭射中身亡 排位第十八 石九的分别是两头蛇谢真 双尾蟹谢宝 分列天罡第34 35 他们兄弟二人 在攻打乌龙岭的时候 准备从后山爬上乌龙岭 结果在攀爬的时候被发现 谢真坠落悬崖 谢宝被乱箭射死 一共阵亡地煞五十人 本期视频按照时间顺序 讲述阵亡的五十地煞 一 润州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亡地煞三人 润州是梁山跟芳辣的第一仗 阵亡者是云里金刚宋万 梅念木交亭 以及九尾龟陶宗旺 他们三人都是在乱战的时候 被战马践踏身亡 二 长州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亡地煞两人 长州之战阵亡的分别是百胜将韩涛 天木将鹏起 他们二人都是职业军官 在跟芳辣军对峙的时候 韩涛在单挑打败敌将后 盲目追击 结果被敌将高可利案件射中后 被张静人捕捕 鹏起看到兄弟被杀想去找高可利报仇 却被张静人偷袭致死 三宣州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亡地煞三人 宣州之战阵亡的三人 分别是白面郎君正天寿 操刀鬼曹正 火闪破王定六 在跟随卢俊义攻打宣州的时候 正天寿被滚木砸死 曹正跟王定六则是被毒箭射中 不至身亡 四 苏州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亡地煞三人 苏州之战阵亡的三个梁山头领 分别是丑郡马宣战 金眼镖石恩 毒火星孔亮 宣战死得非常英勇 他跟苏州首将郭世广 在银马桥上的大战 双方最终同归于尽 而石恩跟孔亮死的就很搞笑了 他们两个人不识水性 但是却参与水军作战 结果掉进水里淹死了 五 杭州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亡地煞五人 杭州之战阵亡的五人 分别是景墨案郝斯文 火眼酸泥邓飞 丧门神宝序 通碧原侯剑以及金毛犬断井柱 在杭州之战中 郝斯文跟徐宁一起寻上 但是没想到这时候方辣军突然杀出 郝斯文被方辣军用抓钩拖向马活捉进城 最后被方辣军凌迟处死 是梁山中死的最惨的头领 而邓飞是看到索超被石宝用流星锤打落下马 准备去救索超 但是记不住人 被石宝一刀砍死 暴戏是在追击石宝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石宝躲在城门阴影处 被埋伏的石宝一刀砍翻 断井柱跟侯剑则是水战中落水淹死 六 独松关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亡地煞两人 独松关阵亡的两人分别是小霸王周通 跟花巷虎公王 周通是在探路的时候遭遇了方辣手下大将李天润 被一枪捅死 公望是张青的副手 他在跟方辣军黄爱交手的时候 连人带马摔入溪水中 然后被乱军砍死 七 牧州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亡地煞六人 此战阵亡六人分别是锦毛虎阎顺 铁笛先马林 矮脚虎王鹰 一丈青虎三娘 飞天大胜离滚 八臂哪吒将冲 阎顺跟马林是在把守乌龙岭的时候 方辣军突袭而来 马林被白七一枪杀死 燕顺则被石宝用流星锤杀死 王鹰跟护三娘夫妇死于郑彪之手 郑彪是道士 便出金甲神下的王鹰都忘了抵抗 然后被一枪杀死 护三娘去报仇的时候 被郑彪用金砖打中灭门而死 李滚和向冲属于立功心切 追人追迷路了 撞上了方辣大部队 李滚被乱剑射死 向冲被乱刀砍死 八 乌龙岭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王地煞三人 阵王的三人分别是 玉帆甘孟康 小温侯吕方 赛人贵郭胜 孟康是在走水路进攻的时候 遭遇埋伏 被火炮打成了肉泥 郭胜是被山上的巨石砸中 连人带马摔下山剑 而吕方则英勇得多 先是跟石宝大战武士河 又跟白亲大战武士河 由于他跟白亲都用力过猛 最后双双掉下山剑 同归一剑 九 玉岭关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王地煞四人 这四人分别是 跳剑虎陈达 白花蛇杨阳春 打虎将李忠 以及并大虫薛勇 他们都是被旁万春派人乱剑射杀 十 涉州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王地煞七人 涉州之战死亡的七名地煞 是重剑虎丁德孙 摩云金翅鸥捧 菜园子张青 圣水江丹言归 神火将魏定国 石将军石勇 青岩虎里云 丁德孙这倒霉 但是被毒蛇咬中 毒发身亡 张青死于乱军 欧鹏单挑旁万春 接住了第一剑 却没躲过旁万春的第二剑 闪延归根魏定国 则是攻城的时候掉入陷坑 被乱枪捅死 李云则是不敌方辣首相猛将王淫 被王淫击杀 石勇来帮忙 也被王淫击杀 十一 清夕之战 此战梁山共阵王地煞七人 此战的死者分别是 母叶叉孙二娘 险道神玉宝寺 出磷龙邹渊 摸着天杜谦 催命判官李厉 金钱包子汤笼 铁胳膊菜肤 玉宝寺和孙二娘 在攻打清洗时 被方辣不将杜威的飞刀锁杀 邹渊和杜谦则在攻打清洗时 受伤落马 被马特尔王李厉 汤笼 菜肤则是乱战中受伤 最后不治身亡 十二 死于战后疾病 共五人 在征讨方辣胜利后 矛头兴孔明 汉帝忽徒贵 白日暑白胜 笑面虎诸负 古上早时牵这五个都死于疾病 因此争方辣的过程中 梁山共阵亡了五十个地杀